都花36万了 为什么不买BBA 却要买别克的艾维亚呢 光皮这块就赢了 哎 你看哪呢 不是这个皮 这个皮 哈喽大家好 单单车日记 我是单单 别克昂克奇呢 已经面试有一段时间了 而我今天刚刚拿到的这款呢 就是2022款的昂克奇艾维亚版 售价呢是35.99万元 这个价格呀 还不到豪华品牌中型SUV的一个入门价格 而且相对于之前在售的2020款来说呢 还便宜了2万块钱 相当于是官价了 虽然价格方面是便宜了 但是呢 它的这个配置方面反而是增多了的 它的豪华程度呢 一点都不比BBA少 所以说BBA啊 是把豪华挂在了标上 而它呢 是把豪华放在了车里 别克就是想用它来告诉我们 什么才是一步到位的豪华 营造豪华感呢 就是利用心理学来营造一种气氛 一种独一无二 我有人无的境界 所以艾薇亚车型的都只有一种颜色 一种与其他别克车完全不一样的颜色 梅落就红色 如果你对这个颜色没有什么概念的话 我倒觉得它有点像口红色号 欲解红 你觉得像吗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颜色的话 抱歉没得选啊 就是这么豪华 其实啊 就是因为它这个颜色这么特殊 所以一台艾薇亚跑在路上 路人可以一眼就能看出 它与普通别克车的区别在哪里 除此之外呢 立体网格中网 21寸专属轮毂 这都是艾薇亚在外观上的独有特征 矩阵式 LE大灯呢 是旗舰形上的配置 当然在这里呢 也不会缺席了 前门呢 还有一个阿维尼尔的名牌 接下来我们就打开通往豪华世界的大门咯 怎么样 是不是有点像拆快递 特别的兴奋呢 作为一个年度小改款 整体设计呢 没有变化 特有的全白内饰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清爽的 但是为了保持这种洁白无瑕的环境呢 我们还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清洁和护理它的 特别是这个脊椎绒面料的车顶式版 车内软质材料的用量 往往是用来衡量一台车 是否豪华的重要标准 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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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软的 这些高档选材呢 往往是出现在奢侈品的衣服和包包上 而现在呢 在我们汽车领域 已经不是什么稀有工艺了 这辆车呢 还特别采用了加厚的长绒脚垫 来营造这种居家地毯的踏感 所以说啊 你把这台车买回家 可千万不要用某宝上的防水脚垫 来糟蹋了这么好的地毯了 虽然说 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清洁它了 但是呢 我觉得为了美观嘛 多花些功夫也是值得的 这种到处都是润泥泥的感觉 真的是太有爱了 感觉自己呢 就像一个小公主一样被呵护 真的是YYDS哦 说了这么多软的 我们再来说一下硬的吧 硬质面板呢 都是钢琴漆 带激光雕刻花纹饰板 空调出风口边缘呢 是镀铬金属高边 它的视觉和触觉感受上 也是非常上乘的 象征尊贵的豪华中大型啊 CUV艾维亚这款车呢 采用的是2加2加2 6座版本 第二排两个独立的豪华VIP座椅 这两个座椅啊 是整车的核心 是给你最重要的人准备的 就比如说是你的鲜肉小哥哥啦 看到这两个座椅啊 我觉得这台车 就是为我和我未来的男朋友 所准备的 座椅表面 高等级的权力面 真皮皮质 网格缝线 打孔点缀 而且里面的天冲物呢 也是不同的硬度 来支撑着身体不同的位置的 靠背角度呢 它是前后可以电动调节的 还有电动腰托 并且呢 还有座椅按摩功能 不过按摩功能呢 没有档位调节 只有开合观 所以长时间乘坐呢 也不会感觉到疲累的 再来看一下头枕吧 它比较宽大 两边呢 还带有支撑的侧翼 上下前后呢 都是可以调节的 来听一下它这个声音啊 嘎啦嘎啦 哎 这样就调节好了 躺在上面呢 对于头部的这个后脑勺的支撑啊 也是感觉非常好的 如果你睡着了 不小心 哎 滑倒 躺在你小哥哥的肩膀上 比较尴尬怎么办呢 你看它这个头枕啊 是有一个角度的 我们可以把手动的 来调节一下 它的这个位置 这样呢 就可以把你的头部固定住 就不会滑倒了 所以躺在这里睡一觉 也是一个美美的享受 这台车最棒的呢 还有这个扶手 它可以加宽 这样手臂放在上面呢 也是非常舒服的 前方有一个小的液晶瓶 这里呢 是空调风量的一个调节 如果你冷了的话 这里可以座椅加热 热了的话 可以座椅通风 下方呢 电源 USB接口 Type-C接口 这里还有个小抽屉 里面呢 有个储物槽 和两个杯架 隐私玻璃 门上呢 也有杯架和储物槽 顶部呢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 全景天窗 对于VIP来说呢 这个位置也真的是 相当舒服了 快打开天窗 不要跟我的小哥哥一起 赏星星 赏月亮咯 SUV的第三排 一向是没有办法 跟MPV的第三排相比的 坐垫高度呢 就是这么高了 但是已经比很多 7座SUV的小板凳 要好很多了 如果你的腿不是很长的话 坐垫呢 是可以提供你的腿部支撑的 空间方面 我觉得也很适合 单单的大长腿啊 空间比较充足 头部呢 还有一拳多的这个位置 下方右侧地板的位置 还有一个空调出风口 冬天女孩子坐在这里啊 脚丫子也是暖暖的 从外面观察 可以发现车顶呢 并不是一个逐渐压低的造型 这样呢 是为了让第三排座椅 能够像剧院一样 逐渐升高 这样呢 既能够给第三排乘客 换来一个更高的坐垫 又能够让第三排 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压抑感 更加平直的尾门设计啊 能够给后备箱 带来更大的垂直空间 这样我们就可以放进去 更大的行李箱了 如果你觉得后备箱的空间 还是不够大的话 第三排座椅还可以电动折叠 下方正好有一个很大的储物空间 可以放我的高跟鞋 接下来我们就出发吧 依然是可编缸的2.0T的发动机 和9AT变速箱的组合 174千瓦的功率 和350牛米的扭矩 被9速变速箱呢 分配的也是非常的细腻啦 这辆车为了更好的降低油耗和排放 还特别增加了48V的轻混系统 不仅仅是在艾威亚车型 它是覆盖到了全车系的 综合油耗降低到8升以内 还能够使起步阶段 变得更加的有力 它的NVS方面 风噪和路噪呢 感觉还是比较良好的 说了这么多 相信屏幕前的你 对这台别克昂克奇艾威亚 一定有了更深的了解 那最后呢 问大家一个问题啦 36万的BBA和别克昂克奇艾威亚 你会怎么选呢 评论区里告诉我吧 如果你还想看单单 给大家介绍更多新车的话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告诉我